台北集团总编辑严晋阳先生 有请严总 青岛收听兰州俱乐部总经理 生锡顺先生 好 欢迎盛总 接下来朋友们 由我们拿着最强烈的大牌针 严晋阳先生们 让我们共同互联欢迎麦蒂 欢迎 欢迎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进行的第一项环节 需要由麦蒂和我们的青岛报应集团 来顾赠礼物 那首先呢我们的青岛日报社青岛 爆野传媒集团为麦蒂准备的礼物是 10月24号麦蒂抵达青岛的当天 青岛早报推出的特刊 欢迎最大牌特刊的精致的封面 邀请领导送给麦蒂先生 前面坐下 同样 好 请合影 接下来麦蒂先生也要回赠给青岛日报社青岛报应团队集团 以本后领他的签名篮球 谢谢 谢谢 也不你可别把这球抛在腿 这给来集团了 大家不要急 稍后的时间这里会摆放给球迷的篮球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球迷协会的成立一句 青岛早报雄鹰球迷会正式在今天成立 也请我们的领导和外地在会期上签字 这是青岛早报雄鹰球迷会 卖地写的是中文吗 好 请严总 老总 好 兄总 您不能帮拿着旗 您也得签上名字 大家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继续通过现场的微博还有短期的方式呢 提出您对于外地先生的问题 不要着急 稍后我们还有将近40分钟的一个现场的访谈 而且我手中的话筒将会传递到下面 由熟悉朋友们现场向外地提问 好的 谢谢 谢谢熊烟球迷会正式成立 希望我们在随便的现场 听到更多呐喊声 听到更多属于麦蒂先生的呐喊声 有很多的关于麦蒂的消息呢 我想大家会通过青岛双星蓝球俱乐部的官方网站来获知 新赛季双星队实力大增 球队的官方网站也重装上阵 由青岛找到新媒体协力打造的 全新青岛双星队官方网站 谢谢领导 谢谢 好 各位领导请入席 麦蒂先生 您得留下来 这是我的座 sorry 您的翻译呢 好 接下来啊 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提问 可以拿起一只话筒 OK OK